等一下我如果邀請列席的官員 請主席責成他們在可以看到影片的地方 因為我要播放影片 我們請行政院 李秘書長 還有內政部 陳部長 警政署 王署長 還有蕭福秘書長 來 那個主席請他們站這裡看好嗎 我們有一個三分鐘的影片齁 你們要好好的看齁 來 站好 站好看 那蕭蜜咧 蕭蜜 蕭蜜 剛剛不是說有來 他有請假齁 他有一個演習要參與 來 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是當天行政院院內 手無寸鐵的學生 遭到警察無力鎮壓的前半段 來 我們看一下 他會民主 本來學生進去的時候 院內是有媒體的 學生通常的三層非常的守住 人數不多 要遊戲驅離是非常簡單的 你們看到 門內 辦公室內 破壞公會的是警察 破壞公會的是警察 你們從來沒有看過的 破壞公會是警察 很可能吃太陽餅的 根本就是警察 你們從來不曉得 警察做了什麼事 當所有辦公室的門 都被警察堵住 來 後方只有警察 沒有學生 都被警察堵住 然後 我們也看到樓梯 有被一台一台的警察堵住 樓梯 也是一台又一台的警察 把他們堵住 他們心狂 忘了別的一樣的被你們集中 非常合體的進座 在一個非常小小容易處理的陣間 然後呢 你們竟然首先驅離媒體 我們的警察 開始驅離 靜坐在 現場的所有的媒體 被你們驅離 其實你們在驅離的時候 有影片顯示 你們還推 還推擠 這些媒體工作者 也有媒體工作者被導 好 但是這個影片裡面 你們的鎖書 你們請 請 請把媒體請出去 這個人是誰 一定要給我報告 下令的這個人 叫寶一的把媒體請出去 他是誰 好 等一下給我報告 誰下令的 把媒體請出去 這是你們的SOP嗎 把媒體請出去 是你們的SOP嗎 請出去以後 本來 本來鎖書的是這樣的警察 他們沒有配備 非常重的武裝 重裝備 他們沒有配備重裝備 當然他們手中都有短棍 另外有奇眉棍沒有脫 他們本來是面對外面 把媒體出去的時候 學生非常無助的吶喊 希望你們媒體留著 希望媒體留著 媒體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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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自由 採訪自由 然後他們只是 在那裡無助的喊口號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學生 衝出來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學生 丟職任何物品 我們沒有看到他們任何一個學生 有任何傷害性的行動的可能 很想要 他們只是在那裡呼喊 呼喊著希望能夠留住媒體 希望你們重視採訪制 接下來 我們看看 什麼樣的部隊進來 翻圍名主 翻圍名主 你們一層一層的 在喚警察的部署 這是第二次的部署 第二階段的部署 還有這個裝備不可畏輕 好 Renung 盾牌進來本來可以說好我盾牌圍著然後我一個一個來駕駛 本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們覺得說你們還有可能柔性驅離 可是你看看最後這一波 最後這一波準備用打的 你們就準備用打的了 學生從此沒有辦法再錄影 因為你們開始殘暴的驅離他們 來站到麥克風 學生說我只能強忍著不安想辦法安慰 因為很多女同學都掉眼淚了 我們知道我們將會被殘暴的對待 下一秒鐘他們說我們不準備反抗 有需要動員到這麼多鎮暴警察嗎 如果這是正當執法為什麼要把記者驅離呢 學生說下一秒我們要面對的 是喪失人權的殘酷對待 然後他們被拳打腳踢 他不斷地問我們不都是台灣人嗎 他們的同伴被施爆 然後呢他被半拖半爬地丟了出去 當他意識恢復的時候 他清醒的時候 他人已經在急救站 我們看到前面 他告訴我們說 有女學生的頭髮被扯 然後被打到腦震盪 這個就是 那些人就是 他想要這樣做 他只會扯規定 這個想要賴清空 因為他就給他們 絕對幾個 所以他要再去扮函 這個人 就是 有丁度的 那個人 那樣的 那樣的 你的部隊有沒有這種能力 如果 喊話 勸他們離開 我個人認為他們不會聽 沒有啊 可以用駕駛 我告訴你的是駕駛 你在模糊焦點 來 你們有沒有能力柔性駕駛他們 就剛剛那樣的部署 你們用柔性駕駛 你的 你的警察有沒有能力用柔性駕駛 有沒有 柔性駕駛 有柔性駕駛的 所以剛剛那個你認為 你認為剛剛那個不要用柔性駕駛 你不敢回答 不是不敢回答 可以做 來可以做嘛對不對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第一時間 就決定部署那樣的一個 帶著伸縮鋼棒 一個鋼式井棍鐵棍伸縮鐵棍的 霹靂小組的部隊 決定用這種方式對待 誰決定下這種指令 現場指揮官 還是更上級的長官 下這種指令的 就是現場我明明可以柔性 本來你已經說了 明明可以柔性 可是不採取柔性 而採取暴力驅離的 這是誰下的指令 這應該是分區指揮官 是現場的狀況的作為 所以指揮官是誰 指揮官是誰 這個要查一下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你們一派的無知 到現在不是說謊 就是到現在還不願意負起責任 還不了解真相 今天在你們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之下 憑什麼來這裡背詢 剛剛非常的清楚 你們根本就違法執勤 你動用的霹靂小組的部隊 根據特殊任務警力 編裝訓用規定 是用來什麼 第一條規定 以精選人員 配付特種裝備 編成特殊任務警力 施以組合訓練打擊 是要用來打擊 有組織 有武器之暴力犯罪 你竟然用這種規格 來對付輕而易舉 可以柔性架離的學生 好 你們真的敢這樣定調嗎 署長 你剛剛的定調是 勤務有缺失 但是是少數同仁沒有注意的結果 你是這樣定調這一次的血腥 是不是 對 你這樣定調齁 來部長你也是這樣定調嗎 是的 好來 秘書長 你們行政院江院長也是這樣定調嗎 我想這一個主行 當然是由這個警政史來做 你是不是這樣定調 是 來署長 你們下指令驅離的時候 分成哪幾類 你們的指令哪幾類 不計手段 嚴格強制驅離 還是一定以柔性驅離為準 好 長官下指令的時候誰決定這個定調 誰定調 我就告訴黃局長 這狀況 要排除 要全力排除 全力排除齁 有沒有說柔性 有沒有這兩個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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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負全責 你們要負全責 結果現在推卸責任 沒有 但是我們 然後調動的部隊 所有的配備 全部都重裝備再生 就是要讓他們去用 你讓他們用這種裝備出場 然後沒有告訴他們要柔性的時候 結果發生事情了 把責任推給少數的 不守紀律的員警 開什麼玩笑啊 當什麼署長啊 當什麼部長啊 淚死三軍 他們變成夾心餅乾 強力驅離 重裝備 出勤 沒有柔性的指令 然後驅離成功 還要個人負責任 這就是你們啦 這就是你們啦 今天站在這裡的這三個人 你們的水平就是這樣而已 要不要道歉 來 為這整件事情 署長 為這整件事情要不要道歉 你會不會道歉 你認為有沒有道歉的部分 有哪一部分需要道歉 還是全部沒有任何一個部分需要道歉 你是整體要道歉 還是部分要道歉 還是沒有任何部分需要道歉 來 三個答案 你是哪一個 部分 部分需要道歉 是嗎 哪一個部分 我想第一個部分 是 這件事情處理的結果 造成 對全國民眾的一個影響 我們要表示歉意 你願意為這部分表示歉意 那執勤的過程呢 你道不道歉 這部分 還在我們調查跟了解中 好 這個我是無法接受的 來 部長 你認為全部的道歉 還是部分道歉 還是完全不需要道歉 我跟王市長的抗法一樣 是 怎樣說 就是對於 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造成全國民眾的不安 這個部分 我們 感到抱歉 執勤的過程呢 執勤過程 要等查明真相以後 好 我希望你們不要累死三軍 棄居保帥 來秘書長你呢 你認為需不需要道歉 我想我行政院 當然如果 這一個 內政部的這一個責任行政院 也有 其實你是幕僚長 是 你根本不負責任的啦 你是可以不必來的啦 今天本來應該要副院長來的啦 好 是層級的問題 好 你們誰願意承諾 來 部長來 你願意承諾 署長也一起承諾 你們道歉了 我要你們承諾兩件事 交出當天所有的收證錄影帶 第一個先承諾 確保絕對不會滅政 這個做不做得到 做不做得到 來 絕對不會滅政 對不起 您剛才講確保什麼 絕對不會滅政 所有收證錄影帶 包括所有的監視器的錄影帶 以及你們的收證錄影帶 絕對不會滅政 來 承諾 我們當然不會滅政 不會滅政 對 保全證據 司法單位來保全證據了沒有 等一下檢察司長來 蛤 這個案子事實上 還沒有齁 因為有訴訟 有主任講的案在指揮爭辦 是 有沒有來要求保全證據了 我們會交給他啦 你們會交齁 對 好你們會交 來 這是第二個 要你們承諾 現在在立法院的部分 院內 屬院長的警察權 他承諾不會動用 院外 你們承諾不會用暴力驅離 做不做得到 絕對不會暴力驅離 做不做得到 絕對不會發生 行政院發生的事情 做不做得到承諾 來 承諾啊 立法院你們將來要怎麼做 當然 你們只是為了面子 因為那個地點 你們承受不起 其實是一樣的啊 他們的違法 所謂的引號的違法樣態 跟立法院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地點 你們為了尊嚴 為了面子你們承受不起 你們就濫用了執法的權利 你們就濫用了執法的權利 以在現狀之下 你承諾不會喔 好 這個算數喔 來部長要不要背書一下 我想這個有關這個現場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驅離的行動也好 或者交通秩序也好 還是由警政史來負責 你是長官欸 你是長官欸 你的意思是說你不負這個責任喔 剛才您特別講的暴力驅離 沒有暴力這個事 還說沒有暴力 你剛剛道歉都是假的 不是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會要求 這個 這個警政署在執勤的時候 依照相關的規定來執勤 你們 說起來有功啦 但是你們的過大於功 來我簡單 對不起喔 主席我們一分鐘 彭博商業週刊 他說 抗議愈演愈烈 被腹背受敵的群眾 喔 彭博商業週刊很簡單 台灣四面楚歌的總統 與烏克蘭被轟下台的領導人窘似 丟臉丟到這種地步 被比擬成烏克蘭的下台總統 時代週刊說 中醫的血腥場面 令人回想到更黑暗的228事件 這是時代週刊 3月24號 3月25號 費家落報 手無寸鐵的民眾面對警棍襲擊 這是台灣自25年前獨裁政治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民主危機 3月25號的英國衛報評論 台灣的抗議者在為民主而戰 你們對江儀化有功 因為你們讓他第二天順利上班 你們對馬英九有過 因為馬英九在全世界丟進了臉 你們看著辦 我想請看 好 謝謝